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放孔明灯 本期节目由地产投资管理永恒地产赞助播出 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放孔明灯,许愿祈福 这个美丽浪漫的活动也在全球很多国家普及流行哦 除了大名鼎鼎的青麦万人天灯节 全美也有很多天灯节的巡回厂 只不过这种大规模放灯都需要在有组织,有安保 且获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才可以在特定的开阔场地举办 这些灯笼也都是百分之百可降解灯笼 活动方也需要在活动结束24小时内收集灯笼并做相关处理 这种活动很需要天气赏脸和妥善组织 否则轻则效果差强人意 重则整个活动会被临时取消 就会变得异常扫星 美国比较火热的几个天灯节 包括The Lights Fest, Night Lights 和内华达沙漠中举行的RICE 单场规模来说 RICE应该是所有天灯节中参与人数最多 场面最震撼的 也是组织的最完善的 但The Lights Fest有亚特兰大厂 举办地在亚特兰大开车两小时左右的阿拉巴马 塔拉迪加赛道 今年的阿拉巴马阿特兰塔厂上周六刚刚结束 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梦幻浪漫的场面吧 他便请去寻一个你 不愿万里只为朝夕 送天下附近不负你 Zither Harp 翻山越里寻一个你 不负此生不负相遇 不负我偏向哭 还允许只为独逆 他便请去寻一个你 不愿万里只为朝夕 送天下附近不负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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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